中国现在有个大趋势 就是跨城远洋捕捞 这词很可怕 影响很多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这种程度 就是一个河南一个市公安能出1600多人 两个市能出1600多人到广州去抓人 这个是我没想到跨城捕捞恐怖到这种程度的 中共政府官方公告的数据 9月份中国规模化企业的利润同比减少了27.1%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数 大家知不知道一年的时间 一年减少27.1% 这是多可怕的景象啊 再减两年就全是破产了 怎么下滑这么利润 一年时间掉了将近三成 这个数一找原因很容易找到 找什么原因啊 今年前三季度的非税收入 达到了3.13万亿元人民币 和去年同期增长13.5% 两位数 这是两位数减少 两位数增加 现在到了每一个季度 非税收入都能在1万亿以上 去年全年的非税收入才3.56万亿 今年一定是4万亿以上了 所以全年增长在两位数以上 一点问题都没有 非税收入是什么 你们知道就是科捐杂税 科捐杂税 不是正税啊 什么叫杂税 这就是非税收入 那中国经济这么差 这么多非税收入增长怎么来的 跟这个企业下降利润有什么关系 拿一个例子 我以前讲了 今天说一遍 最近广州政府发了一个 叫省情内参 省内情况内参 省情内参显示 2023年仅广州一个地方 就有近万家 准确的说 9990多家企业 真是将近1万家企业了 这是上内参的 被全国各地方的 公检法系统实施了 异地执法 就是最早我在直播里 说过那词 远扬不唠 那直接给广州的经济 造成的损失超过千亿元 比如说一家在广州当地的叫一健康的国家级专精客信企业 在2022年实现收入24.23亿元 所以2023年就申请了赴香港上市 结果因为一个所谓的人为的60万元的经济纠纷 河南人涉及到的 河南公安系统就因为这60万涉案金额 怎么样 从2023年10月开始 河南省的焦作市商丘市两个地方的公安局 以涉嫌诈骗为由 先后派遣了1600多名警察到广州进行执法 我开始看那参的数 我都以为看错了 1600名 大家听好了 焦作市商丘市1600名 冻结了这个企业64个账户 扣押了7.58亿元的资金 对企业数百名员工全部进行了司法询问 而且拘留了数十个人 这么做原因满简呢 这些企业账上的钱 就通过跟实际控制人刑事案件沟通交流 就从实际控制人身上敲诈出来了 进入到了河南焦作市跟商丘市的相关的账户 远洋不捞嘛 最终结果这个企业最后不仅不能成功上市 现在目前已经处于申请破产清算的阶段了 听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广州市政府的内参 我自己就管讲了远洋不捞 我都没有想到已经夸张到这种程度了 就河南这么小市局的公安局 明目瞻瞻到一线城市广州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敲诈勒索 我是真的很难想象 大家就能够知道这个河南省这些城市的缺钱 缺到了什么程度 这缺到什么程度 这个案子中之所以这么大力量 一定是当地政府认定能敲诈出大量的伐墨收入 所以才会导致这公安吃相这么难看 伐墨收入中也只有一部分会记录到政府的非税收入 大部分会落到个人或机构的小金库里 这是双方都得意的事 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 为什么非税收入这么快两位数增长 但是规模化企业的利润下降都倒闭不做了 那利润可不就下降了吗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在国内蔓延的程度有多高 大家看这俩数就知道了 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 并没有因为现在广州出来的这个就放手 最近我有一些朋友过在国内发气 这种远洋捕捞扎闹锁已经到了一个很疯狂的一个程度了 就只要你企业有了钱 账上有了钱 不是当地的国企央企 那就几乎只要账上有钱 人家也不知道怎么知道 几乎就很难逃脱了 很难逃脱了 禁止不了异地办案 你怎么禁止异地办案 他只是说异地办案要当地公安进行配合 但是我就问问大家 当异地公安 他通过钓鱼执法 他拿到了这个地方 明确的他钓鱼执法 这个企业有问题的东西 容不容易拿到 太容易了 一个公安系统钓鱼执法 你知道多容易 我跟大家讲一个比较逗的事 人都知道 最近你们可能不知道 在很多地方 就包括我在沙特在内 都有那种大规模的数字货币的聚会 为什么呀 因为都说特朗普要上台 数字货币一定会暴涨 中国人也很激动 所以都这种大规模数字货会 线下的见面会 很多人 包括赵某某 这个咱们都知道 他入了这个阿联酋国籍 邀请也说 一块去聊 当然我跟大家也说了 这个他的平台 是不行了 肯快往下走不行了 但是你们可能没人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钓鱼有多容易 就是这种会每次 大量的中共的国安人员 还有公安人员 然后在这里面 大量的交换名片 认识人的过程 都是为了在回国准备捕捞的 就很多国内的人出去参加这种会 所以你们不知道 这都是钓鱼去执法的 钓鱼执法 现在钓鱼执法严重极了 但是一旦你当地 比如你广州这个企业 你不管规模大小 你真的被钓鱼执法到了 那异地来你这办案 要求当地公安配合 人家有证据 你说你能不配合吗 没法不配合 好吧 没法不配合 法案制的结构可没什么用 法案制结构不用再听了 问我有没有法案制有用 因为中国我讲了 只有一种公司 叫有限责任公司 国企央企 所有其他企业都是无限责任 你看到这东西 商业法人 非商业法人 商业非法人 你看到其他的相关机构 现在都不重要了 这就是为什么叫做 能抓全抓 能判全判 就是按照法律 有限责任公司 只承担跟公司 有关相关债务的原责任 但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不管 不仅是全是无限责任 公司出了债务 如果不了 个人就得还 个人不还 个人拉的事情不被执行 就是不光是这个无限责任 而且大量的东西 还得塞到你脑袋上 所以在中国民营 普通老百姓 就别做公司了 别注册了 好吧 别注册了 之前APP 现在没有 就是 在就是 其实APP做完了 不是APP的问题 跟大家讲过了 我不想在这发牢骚了 反正要不然的话 领导看见就该说我了 我不是说 他是我领导 是这个团队的领导 领导要看见 又该说我了 然后感谢大家 这么长时间听我瞎嗶嗶 啊